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你覺得自己 什麼時候最美呢 美的樣子是什麼呢 我覺得 認真的女人 最漂亮、最美了 但是當然我覺得說 你要有自信 你才會發覺說 你到任何場合 你就覺得不會 覺得好像自己 會拍攝或什麼 你就覺得自己金光閃閃的 閃閃發亮的 然後當然隨著年紀 我們的膠原蛋白慢慢會流失 二、三十歲最Q彈 青... 青春年輕就是本錢對不對 像我們也希望 不管到幾歲 都希望還能夠這樣 端端的 今天來賓就來跟我們分享 它是怎麼保養 它一直都很端端的 就是我們的德馨 光姐好 大家好 我是德馨 女人最美的時候 就是有 讓我們一起把握 每一個美的瞬間吧 所以心情也很重要 對 另外這位呢 我看她一定是保養得非常 很會保養 也就是我們的 一美女王 Maggie 歡迎 大家好,我是Maggie 美鳳是我一生的信仰 實踐對美的堅持 生活也能更精采哦 是,多開心啊 對不對 另外這一位呢 他應該也是常常跟美有接觸 他就是醫美的醫師 很專業的 他就是我們的許廷佳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許廷佳醫師 利用科技的力量 讓美的定義由自己決定 對 好,過了一陣子說實在了 我們的地心引力 會影響到我們對不對 對 那個是真的怎麼去抵抗 大家都很用心的地方 尤其是 然後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覺得說 不管隨便擦一個保養品 真的 然後臉還是彈彈的 就是膠原蛋白 知道很膨 很... 可是現在呢 不管你怎麼樣運動 然後覺得還是要花費很多的錢 在保養上 然後還是不敵地心引力往下 對,就是有效 效果就是這個現在 有限度 所以就是這個美人 都很用心的地方 我怎麼樣來 我可能... 對,當然就基本上 你還是有個生活的飲食 或是生活正常 對 你說真的膠原來 如果你都沒睡 都... 這樣學不會吃 那就差 真的 對 當然我們要分享一下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都能夠達到目標 美是你追求的目標 Makki 對 其實我覺得身為現時代的女性 我覺得大家都忙工作 忙家庭,忙小孩 那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每天都很忙碌 但我覺得隨著時間 一點一滴的流失了之後 其實美麗也一點一滴的流失了 只是你自己沒有注意到而已 對,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彈性 對 只是 膠原蛋白也不夠了 對 皮就比較鬆了,你知道嗎 好,臉部失去彈性的原因 我們可以請專家分享一下 主要其實就分成這三個區塊 第一個我們探究它的原因 老化鬆弛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膠原蛋白的流失 是 我們年輕人的膠原蛋白 其實十分的充足 膠原蛋白起到一個支撐的功能 所以我們皮膚會水嫩嫩Q彈彈 當然 所以在時間流失 自由肌的供給 所以我們皮膚就慢慢的失去了彈性 第二個部分 就是筋膜 筋膜跟韌帶的鬆弛 好,臉部的筋膜主要是肌肉的延續 而韌帶就起到一個支撐的效果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臉部都沒有韌帶的話 我們頭一甩 做一個表情 還好我們沒有 所以八個一樣 臉部就整個就變形了 所以可見韌帶跟筋膜 在臉部的重要性 第三個是脂肪的位移 還有脂肪的分布不當 其實在臉部就是有這些筋膜 還有韌帶還有肌肉、骨骼 這些把它包覆 分成許多個磁塊 所以我們第二點提到的 這些結構 它就會導致這些脂肪的下垂 好 當然就講這個結構 是每個人有時候都會面對的 每個階段難免都會有不一樣 德馨,你的保養方法是什麼 尤其我們拍戲都那麼忙 我今天有 把我的 保養的小道具帶來了 我平常因為拍戲比較忙 然後也就是說 你隨時隨手可得的一些小道具 就是幫助保養品的吸收 首先我先來介紹這支 就是當初我去印度旅遊的事 還有上報 對,還有上報 因為印度海關沒有看過這個 以為是什麼毒品的那個 然後還有被攔截這樣 然後它這個是電動的 它是二十四K斤 就震動這樣 對,它是在日本買的 對,然後反正就是你要擦保養品的時候 你就把它打開 然後按摩大概五分鐘 就擦完保養品 對 你會用這樣保養 但是你一定要 往上這邊 那就是邊看電視這樣邊按摩 這是一個 是 然後另外呢 這個呢 這個是導入 然後這個是 這看起來像刮沙 類似 波筋 因為剛剛許醫師有提到說筋膜 這是針對筋膜 因為我們臉上都會有一些氣節 臉部循環都會有一些廢棄物 觀眾朋友 大家摸摸看 這邊 這個稍微補起來有了 尤其你這樣刮的時候 會有一個咖咖咖的聲音 有沒有 要刮到嗎 對不對 一點也刮到 有一條筋 非常明顯 然後會有一個咖咖的聲音 然後這邊呢 是這樣往上 往上 然後這一條也是一樣 也要往上 然後這邊呢 這裡也有一個木偶紋有沒有 這裡 這個就要往下 往下 這裡往下之後 再把它這樣子往上 然後這邊完了之後呢 完了之後這三條最重要的 把它撥開之後 這裡 要往上推 因為這邊耳朵有四個穴道 然後順上之後 這裡要按順序 最後我們把它往下 這裡有一個淋巴 脖子有沒有 把所有的廢物這樣子往上推 然後用這個的話 一定要用油 一定要用油 然後晚上睡不好有沒有 這邊 這邊的穴 很舒服 對 這邊 很舒服 你看 我覺得這裡其實 跟眼睛都有關係 然後你看 我最近可能就眼壓太高了 就這樣 抱 抱真的就可以這樣 就要這樣讓它放鬆一下 有時候去給人家臉部按摩 按到這邊就 快睡覺 舒服 然後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說 這個東西一定要每天 每天 一定要每天 要美麗就是要持續 好 不要怕很費工 就是妳的保養方法 都沒幫忙 美妻妳的保養方法呢 我覺得我的著名就是 美麗是我一生的信仰 所以我覺得追求美麗 是每個女生一生的功課 我會透過 保養方法 科技的方法 來讓自己達到自信 然後潛不過度的狀態 可以透過自己可以負擔的範圍 你可以透過醫美來去協助 然後可以讓我們自己的外表 看起來更接近於對自己 完美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也想告訴大家 其實你只要好好的去了解 然後找到一些方法 就可以讓自己 對 我們身邊常常會有很多朋友 他有臉部下垂的問題 好 但是以往的拉皮手術 會復期 都就... 這張久嘛 而且要包差不多一個月這樣 對 現在科技進步 如果不想要動刀 有些什麼樣的選擇 其實過去的拉皮手術 確實沒有錯 它第一個費用比較高 傷口畢竟還是有 對身體的組織破壞還是有一些 腫脹期恢復時間 而且聽到動刀就覺得很恐怖 然後要全身麻醉 是的 這個有很多的風險等等的 目前的話 我們主要可以透過幾個方式 我們在老化鬆弛凹陷下垂的過程當中 我們對凹陷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填充物的支撐 處理 優化一些 臉部的肌肉的作用 還有線條 針對有一些動態細紋的部分 我們可以使用像 等等的來調節肌肉的力量 那甚至我們可以利用到 所謂的 音波拉皮 甚至埋線的拉皮 都可以達到一個微創 甚至無創的治療方式 請問這些音波跟電波 這些療程差別到底是什麼 對,我們用一個比喻來說 電波就很像煎牛排一樣 但是由外之內做一個熱收縮 所以這樣皮層整個收縮 我鳳姐對於美食料理最有研究 所以她一定很了解 但是很難把這個想像在一起 現在大概是想一下 然後接下來是 是的,音波的話 它其實主要是像一個 放大鏡 聚焦 在一個比較深的筋膜層 所以我們皮膚比較表面 以下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構 叫做筋膜層 筋膜層其實負責我們 維護我們臉部的表情 還有讓我們臉 不要整個鬆垮掉下來 一個很重要的結構 所以音波拉體 其實是聚焦在這個層次 去做收縮 緊緻的體蠟 因為有朋友 他曾經就會去體驗 他說很痛 他說一拔他就拔了 他說很痛 就是每一個人的感覺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要看 每一個人去體會的感覺 我比較好奇的是 很多人去諮詢不同的診所 譬如說一樣是音波 然後價錢都不一樣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差別 我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痛其實是很主觀的 有的人是痛 有的人是不痛的 有人耐痛 有人不耐痛 可是... 對,所以這個差異非常的大 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做 跟醫生做諮詢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幾個小細節 第一個是價格的問題 沒有錯 市場價格非常的混亂 但是價格過於低廉的時候 大家不要以為自己減到便宜了 因為這時候 很有可能就是水或山寨機等等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要去注意到原廠的探頭 原廠的探頭 其實自己都有自己的序號 像身分證一樣 像身分證一樣 而且它會有自己專利的標章 等等的 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能夠看一下螢幕 螢幕上面會記錄這個發數 還有它的所有的記錄 每一個探頭上面其實都有晶片 所以它會記錄 它所施打的每一發 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比較確保 我們本身所操作的是正確的 聽起來挺深奧的 所以還是自己專業 反正就是一分錢一分貨的 是 是啊 但這個 Makki呢 你對新的東西應該都很有興趣 對 因為剛剛徐醫師前面說的 我通通都有做過 所以我覺得選擇像專業的醫師 而且有醫生的培訓的團隊 我覺得這很重要的 對 因為尤其是剛剛徐醫師講的那些音波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整形外科的醫師 因為他們沒有受過原廠的 你這個培訓 真的 你開刀跟你操作機器 這是兩件事 所以就會有很多醫療的糾紛 對 所以其實 所以我們才說 其實你選擇的時候 你可能要選擇就是 有沒有原廠的培訓 它教你整個施作 整個施打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有大型的 連鎖的一些機構 或者是開業比較久的 你至少有五年以上 它可以經歷過一些口碑這樣子 我覺得就可以達到 可以美麗 然後又比較安全 這就是要多諮詢 可以多看、多了解 所以我剛剛可以補充 像德馨姐剛剛說的 他說有些人會覺得說痛得要命 其實我自己打過音波 其實音波剛進來的時候 它也會比較痛跟有感覺 但是我現在 現在其實做的話 它有一些中空的一個碳頭 所以你打的時候 你就可以降低這個疼痛感 那有人皮膚薄容易過敏的 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皮膚薄 我也是耶 我也比較容易過敏 可是我覺得 因為它不是打在表面 所以我覺得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它不是會有熱嗎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回答一下美鳳姐的問題 其實音波 它其實是作用在比較深的層次 在有內之外 所以它是由深的地方熱出來 剛剛你想到什麼是中空 這個什麼 目前市面上的碳頭 我先聽不會報告一下 目前市面上 音波拉提的碳頭 主要來自於美國跟韓國 音波拉提的碳頭 它主要分淺、中、深 所以它可以作用在淺、中、深 三個層次 目前碳頭不斷的研發 不斷的進步 目前的趨勢就是中間 有一個中空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的碳頭 它是沒有中空設計的 有中空設計的碳頭的時候 能量 我們就比較不用擔心 能量過度集中的問題 能量過度集中確實會燙傷 但是能量 因為它已經把它中空的 中間的地方把它挖空掉了 所以能量就不會過度集中 我們可以更專一的提升效果 而且 減少副作用 減少燙傷 第二個部分就是 中間這個中空的 這個碳頭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音波操作的時候 會有氣泡的產生 氣泡可以沿著這個中空的部分 直接離開 所以能量可以更穩定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差別 對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音波操作前、操作後 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明顯的效果 這是大家夢寐以求的 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而且很自然 對 自然 可以看到嘴邊肉、法令紋 這個 整個那種年輕跟提升感 而且我發現去施打的 其實他們都很年輕 是的 現在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對 其實保養還是要趁早 是 就是現在年輕的消費者 他們比較容易可以去接受 這樣科技的方法來保養自己 這樣恢復期會不會很長 會不會有些人因為體質的關係 然後變成過敏這樣子 對 基本上音波是說醫美療程當中 最沒有負擔的項目 做完就可以馬上回去上班 馬上上妝 對 當然如果說 你本身有一些嚴重的疾病 像心血管疾病 或是皮膚過敏 皮膚有傷口 這個部分 確實是要先跟醫師討論 對 有經由醫師專業的建議 來判斷你是不是可以操作 就是那種午休美容嘛對不對 就是午休 然後你就可以變漂亮回去 是的 因為它濕的 上次我打只要半個小時而已 所以其實還滿快的 然後不會被發現 不會被發現 然後你臉上沒有傷口 你又可以打完之後 就跟家人吃飯 或者去喝小茶 所以它非常的簡單 你回去也不用什麼保養 請問一下醫美的趨勢是什麼 最新的趨勢 其實醫美的趨勢 一直都是在走微創 甚至是無創的治療 最早的傳統拉皮 傷口非常地大 腫脹很久 修復很久 要躲在家裡面半年 三個月 不能見人 現在確實是一直往微創的方向走 像內視鏡拉皮 五爪 八爪拉皮等等的 其實現在最火紅的項目 就是線性拉皮 線性 是滿線 線型拉皮 這幾乎就已經是無創的做法了 因為我們是在髮際線 開一個孔 把可以吸收的手術縫線放進去 來幫助已經鬆弛下垂的組織 進行提拉跟固定 我們目前台灣 就是研發最新的 滿線拉皮的技術 有應用到一個叫美人線的線材 美人線本身有 一進入身體之後 就能跟身體快速的結合 直接緊緻體拉 它在三到六個月的時候 會被身體所吸收 過程它又產生膠原蛋白 所以我們皮膚就會變得更緊緻 所以它操作時間短 三十到四十分鐘 效果好 而且穩定安全性高 而且一路是由台灣研發的 這可以說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所以我們也可以依照臉的不同需求 來做規劃 譬如說這裡有比較下垂 然後就針對這裡來提拉這樣 是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都是 我們要必須根據每一個人 他的問題去做客製化的解決 甚至比如說像鼻子 我們都可以用線性拉提的方式 就是打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鼻子什麼啦 對 我們可以看到鼻子 它可以打到一個 接近龍鼻的效果 天啊 而且這是立體有效 立體有效的 不用電什麼東西進去 不用 它就是這樣線 徐醫師如果做了這個 可以做豬鼻子嗎 因為豬鼻子要說龍鼻 以前人家說龍鼻 你不能做豬鼻子 那做了這個可不可以做豬鼻子 這個可以的 這個是比較沒有影響的 到底是什麼意思 豬鼻子什麼意思 豬鼻子就是你龍鼻的時候 你不能做豬鼻子這樣 是為什麼不能 技術也不行 因為裡面的那個甲體 矽膠嗎 或是任本的材質 是現在流行這樣對不對 有可能就是你去過度的位移 它會跑掉 以前我還說我的鼻子太嗆 鼻孔看到比較肉材 原來人家還要這樣 所以現在很棒 大家都可以借助醫美方式 然後找到適合自己美的方式了 對 太進步了吧 我認為其實醫美界 未來會走向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台灣的醫療是排名全球第三 所以我們身為台灣人 一定要覺得看你超好 很厲害 第三 不然韓國很厲害是不是 韓國是第一嗎 我們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 我們 我們是亞洲第三 全世界第三 對吧,虛勢 對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美麗 你一定要自己做主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接觸醫美的女生 越來越年輕化了 二十歲到三十歲 剛看那個圖片 對,尤其是現在上班族 他都可以透過 你可以規劃自己的預算 然後可以透過很簡單 然後又很快速的時間 去達到美麗 第三個就是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男性 都在接受醫美的療程了 對不對 真的 徐醫師有沒有 沒有 肯定 有沒有 老師 我都從事這行 一定會有 好 我是覺得就是說 追求美是美顏的天心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最基本的就是生活作息 還是盡量不要常常熬夜或幹嘛 對 然後吃的東西也是要稍微注意 然後你要做一些調整 或美容什麼 一定要多諮詢 然後不要弄到完全不像自己 可能你不是很漂亮 可是有你的人緣在 不要弄到沒有了 就是還是做你自己 但是是 就不知道怎麼變漂亮了 這樣子 而且要根據自己不同的需求 然後了解自己的條件 去做調整 各方面多去自行 應該是說我們 不支持過度整形 但是也不縱容自己衰老 只是說因為現在 像以前坐火車 但是現在有高鐵可以坐 你就可以不同了 對 我們用很快速 藉由科技的幫助 讓自己變得更美麗和樂而骨 所以我們要趕快搭上 這般青春的菜式 但要記得就是說 要記得運動保養 還有一個好心情 就是讓自己能夠 有一個很健康的心態 我們一個清心態就是 我要愛自己 對 我才能叫人家愛我 就是我們的心情 是的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的分享 謝謝任聰傑 帶來我們努力的諮詢 謝謝 謝謝